今日,河阳县八人因食用野生蘑菇,导致食物中毒送医救治。 鸿骨汉新区十安班提醒广大人民群众,做好自我防范疫食,尤其是偏爱自己采摘和食用野生菌的市民。 必须掌握一定的菌类知识和食用野生菌中毒与救治知识,会有效预罚物食有毒野生菌中毒事故的发生。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现提供以下资料供大家参考。 一,野生菌中毒的症状,下秋季节是食用野生菌中毒的多巴基。 食菌中毒者绝大多数人都是为肠炎型精度中毒,临床表现为剧烈恶心,呕吐,不痛等,还有少数为神经精神型。 临床表现为头昏,恶心,呕吐,然后出现白躁,真旺,患事等症状。 如果中毒严重,对人体损害极大,会引发急性肾功能疏竭,或导致休克,甚至死亡的肝坏可容血性的中毒。 二,毒剧中毒的临床类型,神经精神型,潜伏期半个小时到六个小时,除外肠道症状外,上有毒汗、流咸、耐患、瞳孔缩小等症状。 中者可有肺水肿、呼吸涛及昏迷等,通常伴有明显的腹筋性感神经兴奋症状,出现幻觉、真旺、昏迷等中疏神经所害,或发生嗜睡、精神错乱、妄想等类似精神分裂症表现。 这一类型,严重者死亡率高。 三,如何辨别有毒野生菌,在我国,毒菌菌有180多种,其中可自然死亡的,至少有30多种。 一般来说,有毒菌的颜色比较鲜艳,菌风上可能会有疙瘩、红疤、勾托、勾链。 有的菌子上有菌脱、菌化,有毒菌粘斗后,通常会有将菌流出来,味道刺鼻,此外,还可通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识别。 一,看生长地带,可食用的无毒菌类,多生长在清洁的草地或榆树。 栗树上,有毒菌往往生长在伊纳、超市的肮脏地带。 二,看颜色,有毒菌菌面颜色鲜艳,有红、红、玉、墨黑、青紫等颜色,特别是紫色的往往有剧毒,有毒菌采摘后一般很快变色。 三,看形状,无毒菌菌该叫平,散面平滑,菌面上无伦。 下部无菌陀,有毒菌菌盖中央一般成凸状,形状换异,菌面后是反应,菌盖上一般有剧轮,菌脱感细长或出场,一折断。 四,看分泌物,将采摘的新鲜野菌刺断菌感,无毒菌的分泌物明清亮如水各别为白色。 菌面撕断不变色,有毒菌的分泌物愁浓,一般成至褐色,撕断后在空气中也变色。 五,魂气味,无毒菌有特殊香味,无意味,有毒菌有怪异味,熟心辣,酸色,恶心等味。 六,变色试验,用葱板在菌盖上擦一下,如果葱板变成青褐色,说明有毒,板菌无毒。 毒菌煮熟后,雨上引气往往变成黑色或褐色。 七,牛奶试验,将少量鲜牛奶撒在菌表面,如果牛奶在其表面发生结块现象,则可能有毒。 四,叶生菌适应用极加工方法,一,使用叶生菌,不要砸。 最好每次使用一种叶生菌,二,采来的叶生菌,不要全放在一起炒。 因为种类不同的叶生菌昏炒容易发生化学反应,没毒的菌子也变成有害的了。 三,去市场买菌食。 最好买曾吃过的,没发生见和危险的菌食,买来后就炒熟炒透后再吃。 四,吃菌食不要喝酒,有的叶生菌虽然无毒,但汉牛的某些成分, 会与酒中所含的雨传发生化学反应,生成毒素引起中毒。 因此,使用叶生菌时最好不要饮酒。 五,使用叶生菌中毒症状及救治。 吃完菌后乳感不适,尤其是有恶心,头晕,呕吐,腹痛,腹痛,腹泻, 看东西不明或患事,患病症症状出现时,应立即裁券以下措施。 三,让患者也用少量盐腾水,补充体验,防止中毒脱水导致休克。 四,对已昏迷的患者,不要强行向其化水,防止窒息。 五,保留叶生菌样品,供专业人员就职参考,Selection一周精选。 洪湖滩新区召开全区道群工作会计,此时时大工程度元大会确认破眼神, 但老同用的100名M流量来了。 关于洪湖滩新区,新浪官方微博,GIT智慧洪湖滩, 长安二维码你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吧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